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欢迎收听股海飞扬 哈喽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听股海飞扬 我是紫阳 那么今天2024年4月11号 那么台北股今天在回应 回应这个美股昨天的一个算是蛮明显的一个拉回 刀匈尤其是刀匈 因为刀匈他已经昨天已经回来回撤这个季线 那刀匈的回撤季线 结果你台北股市还撑在2万点这个地方 其实你是很厉害了 那为什么很厉害 因为台积电很棒 那台北股市现在走的就是一个台积电的行情 所以台积电维持强势结构 你指数不容易出现太明显的一个拉回修正 那还好就是我们看到美国股市 虽然刀匈的回撤季线的 那其实费半或者是在NASDAQ 或者是S&P 那基本上都还是能在月线这个地方 在做游走 月均线游走 所以相对来说 尽管刀匈来回撤季线 可是我们还是认为在季线这边 刀匈应该是要测试之后 应该是要能够守得住 另外一个面向 当你看到美股回来修正的 那回来修正的原因是什么 各位你有听我节目的话 其实在清明年假前 我已经先跟你报告过了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说接下来你要注意 接下来市场一定会跟你讲几个利空 对不对 你要注意 如果它发生这几个利空的 请你不用想太多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它已经是我们可以预期会发生的利空 那基本上它就不太容易形成一个突发性的一个重挫反转格局 对不对 好什么利空 年假清明年假前我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 我说你要留意 接下来可能让你听到的利空是什么 就是通膨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通膨 通膨怎么压不下去 通膨好像又回来了 年假前我就跟你讲过了 通膨好像又回来了 造成了美国股市修正 大家预期说那会不会不降息了 会不会如何如何了 有没有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通膨的问题会接下来又再一次冲击市场 打压你的多头信心 好了 那既然这个利空我是不是在连清明年假前 我就先跟你讲会发生了 那请问你当你看到的时候 昨天美国股市跌什么 跌这个通膨数据怎么样 高于市场预期 那大家就猜了 又开始猜了 猜他是不是可能会在延后降息 还是说他根本今年搞不好不降息 等等等等又开始猜测了 那就修正了 那台北股的今天就去呼应 回应这件事情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了 一个多头行情 这一波在涨什么 这一波能够涨上去 就是当然你说 因为市场这个AI的一个趋势 科技股受惠 等等等等 涨上来了 可是真的只是这样子吗 这一波的多头格局 真的只是因为一个AI 所以就涨到两万点之上吗 我跟各位报告 一个市场 如果没有资金回来 如果没有资金进来 你怎么推升指数 你怎么推升股价 资金为什么会回来股市 促成一个多头市场 这才是真正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个源头吗 对不对 那资金为什么回来股市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大家认为今年要降息了 今年要降息了 所以资金回流到股市 造成股市的多头的一个龙井 是这样子来的 好 那因为这是一个预期心理 那因为是预期心理 所以我资金会赶快在你 在你真的降息前 我赶快回来买股票啊 是这样子 好了 那既然是一个预期心理造成多头结构 那我就问各位了 如果这个多方的这个市场的预期降息 真的降息了 请问会不会就涨完了 会不会就已经涨到差不多了 是吧 所以如果聪明的你 你应该懂得我要跟你表达了什么了 对不对 一个大家所期待的预期要来的一个降息 在它没有实现前 你看现在 又跟你说哎呀会不会不降息了 会不会降息一直延后了 对不对 那当你们一直这样思考一下 可能要降还是不降 可能要延后还是怎么样的时候 又开始怀疑要不要降息的时候呢 反而多头结构它没有结束 OK 它没有结束 反而是如果真的六月降息了 开始降了 那让我倒担心 会不会在短时间内 造成一个短高点出现 然后进行一个休息整理 可能要两个月到三个月 这反而是有可能 有可能 接近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 利多实现之后的利多出境 那反而不见得是好事啊 所以 股市就是这么奥妙了啊 股市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们期待的利多 真的来了不涨了 对不对 常常就是如此 那现在回来看指数 其实我告诉个 我认为也是如此啊 就是说 大家这个预期期待一直存在着 那我想问你哦 那你说它这个通膨数据高于预期 所以它不会降息了 你敢这样说吗 它不会降息了啦 你敢这样说吗 对不对 它顶多 目前大家就讲说 高于预期 哦 那可能 六月可能不降 可能延后降 后的可能降幅比大家少 今年的降息次数再减少 大家只都顶多就是这样讲 就代表说大家还是认为要降 只是什么时候降 降多少在那边调来调去 调整调整 那所以大家对于降息 这种期待预期心理 还是存在 没有改变 那所以呢 它的那个所谓的一个怀疑的心 怀疑的一个现象 持续存在 所以呢 多头结构还是存在 它并没有真的实现降息 那没有实现降息之前 的市场就是维持多方态势 那只是在多方态势里面 你不能够说你不能跌啊 你不能休息 你不能够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修正 你不能你不能够要求人家不能休息啊 是不是 这是一个自然波动 那否则这个整个市场没有波动了 那没有波动 这是什么市场 好奇怪啊 对不对 有买有卖的交易过程中 有人看多 有人看好 有人看坏 就会有什么波动嘛 只是在波动过程中是屡创高 屡创高 屡创高 就形成一个多头波动 就这样来的 好 那这个促成一个大多头波动趋势的 关键在资金 那为什么这次现在资金回流 因为大家预期可能要降息 但懂了吗 那可能要降息的预期没有实现前 就是维持多头波动 那那既然是多头波动 那在多头波动过程中 如果回来修正 回来回挡 你应该选择站哪一边 站多方 站买盘嘛 站买方嘛 是不是 要尤其是又是回到一个相对一个 指标性的支撑位置 相对位置的时候 你更是站买方嘛 刀凶子回到季线 你站哪一方 当然是站在多方嘛 对不对 随时要一个反转转折 再上去重新转转折再涨嘛 那台北股市 目前都看台积电 台积电所公布的这个最新的一个财报 很漂亮啊 三月印收很好啊 那这问题是 他在前两天已经先涨了 先拉起来了 到800了 所以基本上有可能就利多 暂时的实现 那今天没有太强硬 强势的一个表态 但是基本上 他告诉你了嘛 反正我台积电 接下来就等下一次法说会了嘛 那在下一次法说会之前 或许我台积电会先震荡整理 等待法说会释出的最后结果是如何 再看他下一阶段怎么走 所以接下来的台北股市 在台积电的一看连台积电脸色的情况之下 可能台积电要先在下次法说之前 先震荡整理的话 那我指数呢 我也来震荡整理 相对应的也去呼应了美国股市的休息阶段 可是市场长期而言 整个市场对降级预期没有改变 继续维持 所以呢 你就要很聪明的 针对某些个股 如果在大盘震荡过程中 某些个股还不急着拉上 还不急着真的正确认的转折上去前 进入转折区 还没有真的转折上去起涨前 你要懂得去买 你不要又跟我说 老师可是我看到指数这边 没有涨 可是我觉得 这个升息通膨问题 又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真的可以买吗 当你又这样思考的时候 机会又跑掉了 哪一次的机会 哪一次机会来 你把它把握住了 你真的说实在话 有哪一次好机会来 你真的有抓住的 其实你抓住几次机会 没几次 有没有 甚至可能很多人 根本没抓到什么大机会 就是偶尔赚一点零头小利 赚一点价差 这年强一点价差 很多投资朋友 大部分的七八成 就是在市场 就是怎么样 就是偶尔这一档股票 赚了一点点价差 下一次那一档股票 赚了一点点价差 那你真的跟他 跟着说 那你是不是有哪一档股票 赚了一倍多 靠一档股票赚一倍 靠一档股票赚七成八成 有没有 讲不出来 没有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这一波上两万点 你却没有一档股票 靠一档股票赚超过七成八成 一倍以上 你不觉得好 你不觉得 有一点点那么的不及格吗 甚至可以说 你完全没有搭上 这一波的多头 是不是 都到两万点 你居然没有做到 这样的标的 多可惜 那既然如此 想想看 这一次的难得 又给你一个 市场给你一个 不确定的 又开始拉回休息了 你要不要把握 你要把握 各位 你绝对要把握 否则下一次 什么时候 再有什么机会 让指数拉回修正 可能也不多 所以每一次的指数的休息 应该是 先看懂整个大的环境 大格局结构之后 勇敢的去找寻好股票 该买就要买 那你问我说 有什么好股票 其实有些好股票 一个一个上去了 对不对 你看近期 近期的所罗门 哇真的是 我给你看这张字卡 我说 我就给你预告的时候 有没有 我说他二月营收 年增月增不简单 因为他背后有故事 我跟你说 一家公司的股价 能够大喷特喷 我们在这里买的 你看这个字卡 我们在这个地方买的 再强调 再提醒各位 听众朋友 很抱歉 就说 如果你在听广播的 你只能听到 你没办法看到画面的 那请你可以选择加我们的LINE 免费的LINE加入之后 上面有我们的解盘的影音画面 我们在录音的同时 也会同步录影 我们会把录影画面 同步放到我们的一个LINE上面 你可以点选影音 去看我们的解盘画面 那为什么要看画面呢 因为我会给你一些数据 一些准备起掌的标的 的一个资料 财报等等数据给你看 那你就能够 因为看影音 你就能够掌握到 接下来什么标的 是准备转折 准备起掌的 你就可以掌握住了 所以听广播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方便的时候 那可以加LINE 然后点选影音 看画面 你能够掌握更多的一个 准备起掌标的的相关资料 当时我给你这份资料 有没有 我说这个标的 你看 它背后是有故事的 你要好好把握 后来我给你公开了 它是2359所罗门 你看现在全市场 最红的就是所罗门机器人 只要讲到机器人 就想到所罗门 然后每 然后一堆分析师没有做到所罗门 就跟你说 你来来 你来找我 我给你所罗门第2 你不记忆 这个听起来 怪怪 哪里怪怪的 你没有做到所罗门 然后你却跟我说 我来找你 你可以带我买所罗门第2 好像有点奇怪 这个道理上面 逻辑上面怪怪的 你所罗门你也没抓到 你抓不到 然后你却告诉 你可以抓到所罗门第2 这个有点 有点蛮奇怪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就是觉得 不太对 这个逻辑上面 好像有点不合逻辑 所以就看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那些人 可以帮你找到 所罗门第2给你 那能够找到所罗门给你的人呢 你看 我带你一档股票 所罗门大赚170% 从三十几块 一路飙到一百零几 而且这两天我预期的 还会再创高 所以他的高点 绝对不是105 他这一波冲到105 我大赚175% 这一波我大赚175% 我跟你讲没结束 我跟你讲没有结束 105我认为不是最高点 我认为会再创高的 但是问题是 就算再创高 也是我们在赚 因为你也不能去买了 我赚170%的股票 你说你去买 你愿意吗 你不愿意 你干嘛帮我抬轿 不要你们帮我抬轿 懂吗 所以那我可以找到所罗门的人 那我现在要找什么股票 他有可能会像 类似 我不能讲说 他一定跟所罗门一样 我不敢这样讲 因为涨事的过程中 沿途的筹码变化 他会影响向上涨事的格局的改变 波形的改变 所以筹码是很关键的 那这个东西 我没办法跟你说 他一定会怎么样 不能这样讲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什么 他现在在转折区 他会走出一个波段 他凭什么走波段 回到公司的背后的故事 背后的story 一家企业 如果背后有故事 那是不得了的 所以当时我说什么 二月年增不简单 年增月增不简单 所罗门 我资料上面怎么写 你们自己看 我是不是跟你讲 背后有故事 结果你们发现了 人家这个回答的一个GTC大会来了之后 上面就打了所罗门三个字 公司的mark就上去了 背后是有故事的 各位 一百七十多percent 而且还没结束 没有结束 好了 那再来 你看像前一阵子 我是不是跟你说 我们有一档标的 我们会带我们的专人通知的会员去买进 对不对 带我们专人通知的会员 带他们一电话通知 或者是用通讯通知的方式 去通知我们专人通知的会员去买进 这个标的 那昨天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是什么标的 昨天我在LINE上面已经公布了 我们专人通知会员 我们带他们买的是 537的中光店 中光店昨天标到涨停板创新高 我就把它公开了 因为涨多了嘛 那今天中光店也是相对抗跌 再创波段高 那这次自然在节目中 我跟你预告了 你来专人通知 我们会带你买一档标的 有没有 那昨天在LINE上面就已经先提前公布了 就是所以我说 有时候你加LINE可以先知道一些讯息 重要的资讯 那昨天也公布的是中光店 那中光店也是这个无人机嘛 或者军工无人机 或者是所谓的你讲这个机器人 这个AI机器人的相关 人型机器人的相关的受惠概念股吧 所以他跟所多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啦 那好啦 这个专人通知的标的我也给你公开了 之前节目中要买的时候 我会先邀请你来暗示你的 好 那现在还有什么标的 还有什么标的 那我刚才有提醒你一件事情嘛 我说一家公司的 他如果说背后有什么特殊故事题材的话 那确实转折一道 确认上去真的会走出大波段的 甚至有可能是变成连续标涨点的 那种所谓大家眼睛所认同的那种标股啦 那既然要走标股模式的话 他背后必定有特殊的题材或故事 那我这边暗示你一家公司 我先讲我今天收盘之后 跟研究员的安排了一个行程 我们有安排个行程 这个行程是我们今天会到新竹的竹北 去看一家公司 好那这家公司在新竹的竹北 那哪一家公司我就不便说明 这个就是跟各位报告有这么一件事 那我为什么要去这一趟呢 因为我要去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些细节 那什么细节我们就节目中 我们暂时都不公布 我没办法给你先公开公布 那为什么我愿意亲自跑一趟研究员跟着带着去 亲自要跑这一趟 我们要因为 我先讲这家公司背后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足以造成他今年可能在他的一个营运上面 出现很大的一个成长契机 那他有几个成长契机的 但其中一个就是什么 在全世界他这个产业 这家公司他的一个产业里面 产业链里面 那全球其中有一家大厂 世界大厂 在他这个领域有一家世界大厂 他这家大厂 他不做了 各位 这家大厂他不做了 那他不做了 那跟这个大厂竞争的人 就会受贿吧 对不对 就是我今天如果说 全世界有超过五成六成的单子 是给那一个大厂的 那剩下来的单子是分食给其他的 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相对的厂商在做一个分食 对不对 结果这个 这家大厂他不做了 这个市场他不要了 他专注于其他领域了 那请问你 那他原本他拿下了这个全球 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市场的这一块饼 谁去分食 那首先就是看 这些分食的企业里面 谁在原先的一个 这一块的市占领域 他是最纯的 而且市占领域是最大的 或者是说 占他这家公司的营收比率最重的 那最能够 那未来这个市场的单子 分食下来之后怎么样 那对于这家公司来说 本来本来这一块领域 占我公司的营收比重高达六成七成 结果你现在能够分食到更多电单 新单来了 新客户来了 那我对于我公司整体的营收 营运状态 影响最直接最大最明显是谁 就是这家公司 如果我这家公司原本这个领域 我可能只有吃到 只占我营收比重10% 8% 5% 我现在就算拿到新的 分食到新订单 很抱歉 对我整体公司营运 没有太大的一个爆增的现象 或者是跳真的现象 可是这家公司不是 这家公司 他原本的营收比重 大部分就在这里 而我现在又整块竞争大厂 他又撤出 他不做了 那他的那一块大饼呢 我就来分食 那占我公司营收 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跳升 这就是这家公司 他背后的故事 那为什么我要去 因为我们很重视 我一定要把各方面 细枝枝结结 我要确认过 我才会通知布局 你了解 所以这家公司 真的很重要 那今天大概 我们大概我们有约时间了 所以我们会赶在收盘之后 赶快出发 那所以我邀请各位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档标的 我希望是这一波 你趁着大盘这边 在震荡格局之下 你可以去买进的一档标的 因为他股价很便宜 你可以用 你可以规划资金 真的买进 那如果要买进这档最新标的的 请你把电话 把它拨通 跟我们联系 来登记完成 那今天不限名额 就是登记完成之后 我们来布局这档标的 那同步进场 该买转折位置 未来有机会形成标股的 赶快把它买下来 我们时间关系 赶快跟我联络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现在就加入叶子洋老师 LINEID 小老鼠YAYA168 小老鼠YAYA168 或拨电话 02-2365-9333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小老鼠YAYA168